我们在分裂过程当中有分为动物跟植物细胞 动植物细胞的分裂大致相似的 前中后莫各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 可是还是有少数不同之处让我们列出来 高等植物 第一个你会看到 它在分裂过程当中你是看不到中心力的 因为高等植物没有中心力 这个现象其实跟有时分裂没有直接关系 高等植物本来就没有中心力 什么时候都没有 第二个是反而是今天的重点 植物细胞并不会细胞质分裂时向内凹 它不是内凹型的 不是掐断型的 它会在赤道板上形成细胞板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图画的 那动物是直接切一半 就切断 可是植物是形成新的板子 叫细胞板 一分为二 那我们就把有时分裂就说到这里了